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曹勇 今年34岁 来自上海 曹勇 欢迎您 曹勇 欢迎您 这位是真爱网向我们推荐的男嘉宾 谢谢 24位女生对曹勇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谢谢 17号 可能我想找的另外一半 就是我心目中的老姑 能跟我是一条神上的蚂蚱 就有那种默契 可能少了一点那种蚂蚱的感觉 好了 谢谢 没关系 10号 我觉得男嘉宾出来的时候 有一种像成功男士的感觉 然后穿着也很得体 谢谢10号 看第一条片子 都说男人过了三十好几 很容易走进一个不婚的怪圈 这些人虽然事业有成 但不再相信爱情 经常把豪车停家里 打车去相亲 一旦他们周围出现 喜欢自己的女生 就会反复琢磨 他为什么看上自己 他们偶尔也能遇到特纯的妹子 但又觉得戴出去不够面子 找一模特陪着心灵犹太空虚 这么多年来 他们已不再习惯第二天眼睛一睁 旁边还有个女人 我接触过这样的人 但庆幸的是 我没有被带入这个怪圈 我是曹勇 一名外企的部门总经理 长期在上海生活 平时我热爱运动 因为听说这样可以多活七年 现在我已出晚婚 想对未来的老婆说 为了白头偕老 我会不断努力的 可能是我的工作生活太稳定了 所以会经常找机会挑战自己的极限 我曾经做过苦行绅士的背包客 周游欧洲各国 坚持徒步 坚持不睡宾馆 躺过巴黎火车站的长椅 也睡过酒吧的吧台 试探着沿途搭车 也接触过陌生人家 接下来我还打算去跳伞 去爬珠穆拉玛峰 也想在非洲的草原 开着吉普被野生视频包围 你们谁愿意和我一起去冒险呢 谢谢 谢谢 这个男嘉宾的片子 前半段告诉我们 这真的是一个空前的 男女相互不信任 在博弈的时代 女嘉宾发愁的就是这男人 过几年他就要小三小四 这男人还没开始这关系 就在想 贪除我的钱财 看上我什么了 那你自己还会不会租车去相亲 把豪车放家里 首先黄黄老师 第一 我没有豪车 第二呢 我觉得每个人吧 都希望 另外一半呢 能看中的是自己的这个人 而不是看中他的一个外在的条件 只是每个人都向往一个神圣的爱情 就是这么说吧 你还相信爱情吗 我相信 黄老师 所以说这就是 我没有走进这个不婚的怪圈 因为我身边有些朋友呢 他可能外在的条件非常地优秀 那么这样的话呢 他会有一些顾虑 12号 其实在某些方面 我特别赞同你现在的生活态度 但是我只赞同在婚前 婚前的话就会去体验不同的人生 因为我之前也有过 我在06年的时候 曾经去枯不起沙漠去穿越自己一个人 然后没有专业装备的情况下 在沙漠里跟着团队走了两天 三天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 已经决定要步入婚姻 结婚了之后 我认为人还是要相应地安定下来 你觉得呢 作为我来说呢 我是希望体验不同的人生 不会说拿家庭的一些责任去冒险 比如从事一些不负责任的运动啊 什么之类的 我倒这个 我挺同意他的这个说法 听到好多人说类似的话的时候 我都想跟大家商量一下 也别把婚姻描述得那么可怕了 很多人说结婚前 我们要享受自由的人生 自由的生活 体验那种友情 体验那种冒险 那种自由奔放 然后结了婚以后呢 那就好好过日子吧 就买菜 做饭 带孩子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啊 婚前婚后的生活状态的那种改变 男人 女人都会有 但是也别把它描绘得 好像一到了结婚之后 那就是清心寡欲 过着忍辱负重的生活 在黑暗当中度过余生 那种 太惨了那种 没有那么可怕啊 没有那么可怕 还来看一下片段 这么大年纪了 我也谈过很多次恋爱 为什么一直没有结果呢 年轻的时候吧 我体育特别好 所以有很多女生喜欢我 但当时不懂经营 恋爱中女生一生气 我也上火 还经常顺口说些 什么我不喜欢你了 我们分手吧 我们分手吧 后来我也谈过一段 比较长的恋爱 在一起三年后 她决定去国外 继续完成她两个年龄间 我没想太多 就答应了 结果她这么一去 我们就产生了异地的矛盾 她开始计算 我打电话给她的次数 不如她打给我的 还经常说我对她的关心 也不够细腻了 她甚至认为我会迷失在 国内丰富多彩的夜生活中 对我产生了怀疑 于是我们决定最终放弃 这段五年多的感情 我是一个愿意总结恋爱教训 并且勇于改正自己错误的人 因为这样会让我变得更加成熟 更加适合成为一名合格的老公 曹勇是一个非常有事业心的人 在工作之余 她还曾经开过一个酒吧 有一次她把我们全班同学 都叫过去喝酒 我们当时心里还想 曹勇可真大 放心我们喝酒 没想到等我们喝爽了之后 她竟追着我们来买单 我觉得她最大的一个优点 就是坚持 有一次她喜欢上了一位女生 就到人家楼底下去唱情歌 都被砸鸡蛋了 还不肯走 非常乐观的人 我就从来没见过她 为什么事发过愁 她的口头闪失 那都不是事 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 经常碰到有女孩 特别喜欢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 闹点小脾气啊 动不动手 我们分手吧 女孩经常会这样 好像没怎么听说 男的经常拿这个当歌唱 一天到挂鼓上的 你经常为前女友们说要分手啊 在年轻的时候呢 相对年少轻狂 然后呢也不是很懂得珍惜 你没明白孟老师的意思 孟老师说呢 男孩女孩在对待分手 这个问题上 其实是有差异的 你比如说 女孩说分手 不一定是真分手 很可能是跟你撒娇 男孩子说分手 一般就真分手了 所以呢 就是你就很奇怪 为什么你在当时恋爱的时候 动不动就说分手 你是跟她撒娇 还是你真的就想跟她分手 在某种情况下 有时候呢是考虑到有一种 类似于女孩那种撒娇 希望能引起她的一些重视 明白了 16号 16号 我看到你说你是一个背包客 然后我很高兴 因为我也很喜欢去旅行 包括我最近也会就是 把我旅行的经历 画成一本漫画书这样子 但是男女一起去旅行的话 会很容易发生很多矛盾 尤其刚才听到你说那么多的那些 什么情绪上来以后啊 那些冲动的话 我就很担心 假如作为你女朋友 然后一起去旅行 到国外了 然后你一时冲动 很生气了 会不会甚至就是愤怒到 直接把她丢到国外 然后自己跑回来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问题 现在对于我34岁的人来说 应该会控制的 会比年轻的时候会更好一些 我特别同意16号 刚才说的那个话 出去旅行 是一个特别容易产生 因为从早到晚都在一块嘛 对吧 所以我建议 咱们先出去一天试试 就是注意晚上 第二天就回的 然后发现还可以 过几个月之后呢 我们去一个三天的地方 也没什么大毛病的话 我们再出去尝一下 一周的 如果各晚里面 都没什么大毛病 这就比较靠谱了 回来就可以穿一下 好 下一条鞭子 各位女生点过蜡烛 为她们录过情歌 也偷偷给她们包里塞过话剧票 我还悄悄办签证买机票 创造过偶遇 像101次求婚礼 我把所有钱都买了 黄博为追林吉林 买了一袋彩票的桥段 我也干得出来 只是现在缺个对象 我要找的女生 首先要喜欢我 并且由结婚打算了 性格温柔 太过刚烈的 我可造价不住 你可以有自己的工作 但别沉迷于事业 生活中总有一个人 要多牺牲点时间在家庭上 我愿意承担家庭以外的一切责任 在物质上要有规划 咱们一起生活几十年 得对双方的父母和孩子 有一个投资计划 至于地狱不是问题 全球女生我都能接受 因为我对中文文化 都有一定的了解 不知道我一直等待着你 今天有没有注意到我 有点遗憾 就是你老强调 我年轻的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 我都跟人说 像我们这种年轻人 怎么怎么样 对吧 用录音词不大 孟宏林老师不好意思 很好 但今天还是有些失误啊 女嘉宾可能对我的一些想法 可能一场的一些误会 其实我所想法的 就是说在家庭稳定的基础上 我们可以一起创造一些 生活的激情 我觉得这样的话 将会是更加美好的一件事情 在台上说 我特别赞同孟老师所说的 并不是说婚后的生活 一定要是那种平淡无奇的 我觉得婚后的生活 我们一样可以创造生活的激情 相亲交友的朋友 可以通过珍爱网百合网 世纪家园网站 或者通过我们的现场 报名点报名 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节目最后感谢 布布告vivo主能手机 和健康瘦身品牌绿兽 感谢飘柔亲情赞助 谢谢收看本期节目 下次再见 叶正生和张旭 还是应该对自己 充分和得体的表现 有一个事先的思考 这毕竟是个相亲的场合 我是觉得男嘉宾 在这有限的时间里 应该是更多的 去向别人表示自己的走偶观念 张磊也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男孩 看起来特别的彬彬有礼 为人很随和 从不非常强硬的 明确的去拒绝别人 但是实际是内心特别的有主见 于是我也在想 自身条件很好的一男孩 双胞胎的哥哥 孩子都两岁半了 可是他只有过两次恋爱的经历 要求有点高了吧 然后就高不成低不就的 所以急着想结婚 那也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 走偶策略 往前一步是幸福 退后一步是孤独 在纷纷扰扰之间 我明亮的双路 照等与我相爱的人 在纷纷扰之间 在纷扰之间 在纷扰之间 在纷扰之间